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就講講有關於本港移民潮的情況 有兩宗消息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宗消息就是 大埔有一個新盤的業主 一收樓之後 竟然間住都沒住過 就已經是虧了接近一百萬來出讓自己的房子 這個人就是準備要賣樓移民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 香港護士協會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結果發現有五成四的受訪者 正在考慮移民 或者已經辦理移民當中 從這兩件事就可以反映出 移民潮已經不再是空中留閣的口號 而是付諸實行的行動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講一下賣樓移民的洩漾盤 實情真的相當誇張 因為業主也是剛好收樓沒多久 連自己都沒住過進去 已經急不及待地說要把房子放出來 根據美聯物業的資料顯示 這個單位位於大埔天鑽一座 低層G室 實用面積是583呎 屬於三房間的間隔 實情都戒得很小 業主在19年11月的時候 就以823萬一手買入了這個單位 去到去年10月的時候 就想移民賣樓 於是放盤 原本叫價960萬 其實這個價錢都是僅僅夠交的額外印花稅 但是上月尾正式向這個發展商收樓 急於出貨下 最終是劈了過百萬元 去到850萬的時候就賣出了 赤價降到14500多元 其實以這個價錢賣出去 業主也虧不少 因為他又要減了DSD額外印花稅 他持貨超過一年 所以就算10% 樓價10% 你現在賣850萬 就是那個額外印花稅已經是85萬 再加上賣樓給經紀的佣金 律師費等各樣的費用 你計算賣賣 你就差不多虧了 報紙燈出來 就說估計是虧了98萬 就差不多了 不買就好過買 因為19年11月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過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 有早知道就沒有黑衣 實情這件事就能反映到 移民潮已經是客觀地存在 就算根據去年的數據 可能移民的人數不多 這是很受環球疫情和經濟下行的影響 因為一來現在出行又不是那麼方便 比如說去英國的直航班機已經暫停了 要下星期才恢復 二來就是受到武肺疫情的影響 歐洲有很多地方都封城 大部分商店商戶都不開門做生意 在這樣的情況下 工作機會一定是減少了 但是現在就沒有在手 那個數字還未曾公佈 究竟2020年 那個移民人數是有多少人呢 如果這個移民人數是和19年相約 甚至乎是比19年更加多 那就已經證實到移民潮已經出現了 更何況就是答案都刻在牆上 如果之後歐洲那些國家或者美國 他們打疫苗是成功的 是可以阻止得到疫情的擴散 是可以撲滅得到疫情的 或者是到其時 航空交通就會恢復正常 經濟發展又會蓬勃起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說走的人會多了還是少了呢 也不用問阿貴 好了 至於這個業主 當然他還沒住過 就說要走 顯然是很急 而且是有很大的決心要移民 要不然你這樣蝕讓 差不多一球都很金 如果他不是很趕著要走人 那一隻 他又不需要賣得這麼快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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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來講他可以等久一點的時間 等到比較好一點的市場價錢 才能賣得到 但不是 現在他就劈了百萬 叫價九百六 現在就八百五 已經成了 所以展示出移民的決心 有多強烈 可能留多半天在香港也不想那隻 那麼好了 現在的樓市的情況 大家都看到 肯定 就不是很樂觀那隻 因為在往後 如果更多人移民的時候 這些移民盤 這些二手盤員 一定會升 大家看看去年的數據就知道了 明明去年 香港整年都被武肺疫情纏繞著 但是 二手樓宇市場的表現 相對較好 根據統計就顯示 截至去年 這個十二月中為止 二手住宅的買賣登記量 就錄得三萬九千多宗 估計全年是可以錄得四萬零五百宗 那就會比起 2019年的時候 升了一乘四 也是創了2014年以來的新高 至於成交額 就更加是2010年以來的新高 為什麼會是屢創新高呢 很明顯就是 有些人離開了 報紙也有刊登出來 有些名校 根本上 還要找一些替補學生去插班 你說是不是有些人離開了 如果不是有些人離開了 如果不是有些人離開了 那麼去年因什麼解救會升了 這個交投量 說不通 去年有什麼特色說要升呢 經濟又不是很好 升得那麼厲害 所以 如果是離開的人 當然 你拿著時間來放 問題就是 如果選擇留在香港的人 如果你真的有所謂的剛性需求 要置業的時候 我也建議你可以等多一段時間 因為接下來 肯定就會越來越多這些移民盤 尤其是在今年1月31日 這個BNO5加1的簽證開放申請以後 只會是更加多的 湧現 到時才慢慢來 再選擇那些筍盤 撿平貨也未遲 老實說 反正你選擇了要留在香港的時候 你也想省錢 省錢 我相信是越遲買 越便宜 因為這些盤就會湧現 因為現在那些人還在香港 他現在不會賣字 一旦他拍板 那個5加1簽證批出來了 這些人自自然而就要賣樓套現 而且他們的議價能力 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降低 因為他們自己都會心急 比如說如果像這個新盤天鑽的業主 他急得很厲害 他就會不斷劈價 一劈價的時候 對於買家來說 當然就是福音 但是對於移民套現的人來說 他會不會虧錢 我相信大部分都不會 如果他那層樓不是最近一兩年入貨 也不需要交這個額外印花稅 多多少少都可以收拾 起碼都平手離場 不會說虧 只不過是賺少了 當然賺少了 很多人都覺得是虧到入獄 這個就是人性 沒辦法 至於那些好友 我看到網上有些好友 就說見多人走 還去多入幾等 去炒 老實說這些人 究竟有沒有想過 他們一入市 隨時會變成接火棒 到底樓市有沒有像他們 想像中 或者幻想當中 好得那麼厲害 我相當之有保留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 人傻錢多 沒有人入市 又怎會出貨 這個世界 百貨應百客 沒有辦法 老實說自住 有這樣的需求 也打算留在香港 沒話說 要買 如果要炒 我就覺得 要想真點 停一停 想一想 如果反正你也是炒 不如炒股 或者炒其他東西 那些就比較容易套現一些 你始終買樓 又要綁定三年的額外印花稅 那裡很威勤 樓價兩成一成 所以想真點 如果要炒那些人 就 好了 接下來就說一下 香港護士協會 在上星期 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亦公佈了一個結果 顯示 有五成四的受訪者 正在考慮 或者在辦理移民去海外 正在辦理移民手續的護士當中 有大約八成都說 會在兩年之內 離開香港 至於哪些連資的人 最想離開香港 原來就是有五年至十年 護理工作連資的護士 因為 在這個範圍的人當中 有七成人都說想考慮移民 或者在辦理移民 至於 為什麼他們是想離開呢 有超過九成的受訪者都說 是因應政治和社會因素 很明顯就是在講國安法 另外有四成希望改善居住環境和子女的教育 即是你看到的因素是很懸殊 明顯就是關於國安法事 至於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 即是辦罷工的羅卓堯說 他認識到有幾位護士都已經是移民 另外有幾位考慮當中 離開的主要原因都是因為國安法的通過 他就說香港的自由就越來越頑皮 那些準備離開 或者已經有下一代的 都是想離開的 因為不想小朋友在香港接受教育 或者再繼續在香港這個社會生活下去 說得很清楚 為什麼要離開 老實說 因為政治低氣壓而離開 中國是無可厚非的 尤其是專業人士 護士就是一種的專業 而且很多先進文明的國家 都是相當搶手的人才 所以你說是否專業人士 離開香港的生計 比較有保障 絕對是 當然你說基層人士 其實基層人士 比如英國 最低工資也有八磅半 而且當你那個收入去不到某個門檻的時候 其實就連稅都不用交 當然大家就會很寄望一件事 究竟那些疫苗是會有沒有效呢 老實說 現在英國或者美國 那些疫情爆發那麼厲害的時候 六萬多宗 就算說這些東西不死得人 也就是盡量不要惹 更何況就是 就算讓你安全無讓 也要顧生計的問題 當然 如果有些人經濟條件好一點 就不需要看那麼多東西 但是 現在這一刻去英國 是不是這麼好呢 六萬多宗 那麼多 當然 如果你說很急需要投奔自由 很有迫切性 那就不去不行 就沒有鞋玩劇 也要去 轉機也要去 問題就是 如果急設性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我所認知 有些人都說 在香港申請5加1簽證 才安安樂樂慢慢出發 如果不是你現在這樣 即是去到你也是 鎖住的 也沒有什麼動作 可以讓你搞到 除非你說很急需要 很急需要 又不用說話 沒有什麼迫切性的話 大概都是再坐一回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